大慶商工28日舉辦睡末年歡活動 節目中由師生們載歌載舞進行校園紅白歌唱大賽 學生們各個展現歌唱實力 現場尖叫歡呼聲不斷 讓氣氛嗨到最高點 師生的這個年歡會 等於說師生啊 歌唱比賽 利用這個最後一天呢 讓大家徹底放鬆 辛苦了一年了 認真圖書讀了一年了 最後一天呢 把它放鬆一下 讓大家一起連歡 我們已經辦了第八年了 每年的最後一天都利用這個時間來辦 讓師生盡情來歡樂 把這個所有的煩惱暫時先丟掉 迎接新的一年 希望每個同學 大家在新的一年都有更好的一個規劃 更積極來迎接這個新的一年來衝刺 我覺得學校辦這個活動非常的好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展現自己的歌藝 然後反正自己的才藝 然後我覺得往後學校還是要繼續辦這個活動 才能讓我們每個人展現自己的特色還有才藝和歌聲 謝謝 我覺得這個活動辦得很好 然後大家可以表出自己的歌藝 然後還有跳舞這樣 然後我們練這支舞其實沒有很久 然後就是 所以同學過自己的配偶而來 就是 表現自己就是很好這樣 大慶商工校長蔡總瑞表示 學校睡末聯歡活動已邁入第八屆 主要是讓學生們能在睡末時 拋開平日上課的緊張心情 徹底放鬆盡情表現個人才華 並且迎接新的一年 公益頻道章華雲原點採訪報導